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你的康康秀 來介紹日本SOTO的兩種鍋夾 第一種是SOD5001 第二種是ST9501 這兩種不一樣的 首先我們來看 它的SOD的酒用鍋具501系列 它裡面所附的鍋夾 這是501系列 蠻多東西的 從旁邊拿鍋子拿出來 待會兒來做一個簡單的試驗 這個就是SOD5001的鍋夾 它是兩用型的 你可以看到是輕量的鋁合金 然後做一些氧化的處理 陽極處理 這邊有一個SOTO的字樣 它這個東西涉及什麼呢 就是當你在使用501鍋具的時候 它有大跟小 那你會使用蜘蛛乳在做煮湯啦 或者是煮東西的時候 它會很燙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鍋夾 這個頭 有一個凹槽 剛好卡在這個鍋的邊緣 有沒有 這鍋邊 然後就可以把它夾住 然後這邊呢 就一壓 它就可以起來了 非常的省力 非常的方便 那我用它也煮了蠻多東西的 然後呢 你煮出來之後呢 可能有些東西你要用做切割 你可以用後面的 它這邊有一個鋸齒狀 可以夾東西夾起來吃 或者是夾起來切割 這就是5001的一個鍋夾的設計 好很簡單 那再來呢一種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ST 好這是ST ST呢 9501的一個鍋夾 那這個鍋夾其實也是蠻多用途的 你可以看它本身就做的比較粗打 好 跟這個鍋夾 就完全的 有沒有不一樣 那個頭都不一樣 桃子完全不一樣的 大小 重量 都不一樣 那這個鍋夾呢通常都使用它們的鐵鍋 鐵盤之類的東西 那同時呢 這邊呢還有做一個吸鐵 所以再夾 像它的煎炒盤 那煎炒盤呢 那個FP16或是FP22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很順的 這個地方 旁邊 就夾起來 然後這邊會抵在這個盤子上面 所以你如果說裡面有湯湯水水 或在煎牛排或煎什麼 雞排之類的東西呢 它就不容易掉 然後同時呢 很容易讓你有一個 算是濕力點 讓你很方便 所以如果在夾更大型的鍋子的時候 有沒有 22公分的時候 你會需要你的鍋夾是比較堅硬的 比較強壯的 然後也讓你很方便的濕力 我們就放在這裡 從側邊 鍋夾 夾住 順勢的它這邊會 卡下來 然後這個地方呢 就完全咬住它了 所以你就可以順勢的呢 就像平底鍋一樣 就可以拿起來 當然一定是有重量 一定是因為鍋子本身就855公克 所以一定有一個重量 可是呢如果說你用 這個9501去夾這個鍋子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就是有差一點點東西 也是可以夾的但是你的力量可能會造成這個鋁 或者是這個保護層可能會受損 所以用這個比較輕量化的 5001來夾它就順勢的就卡住 兩個地方會有一些差異在 那人家說可以通用 你要應用也可以啦 只是會被掉不保證 對不對 這邊 然後呢這邊呢 不是磁吸的 但是呢 這個是磁吸的 可能是為了更好清洗 或者是讓它更堅固 或者是要亮乾吧 有可能 好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用這個鍋子 要用這支夾子來夾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也是可以 但是你要注意 會有一點燙 那我曾經用這個來使用蠻多次的時候 發現還蠻燙的 要小心 而且它這邊是輕量鋁合金 雖然已經做得是蠻堅固的 但是長時間在使用這個 FP212的鍋子的時候就要小心 可能 耐熱度啦 或者是它的強壯度 所以沒有想像的這麼的強壯 兩個設計不一樣 那同時呢 如果說呢 今天你還有它們最新的產品的 雖然是便吸式的 泰杯組合主食湯的時候 它那個還有一個 專門使用泰杯的一個鍋夾 那這三種呢 建議不要同用 為什麼 因為這個設計呢 是一代一代出來的 為了方便 為了攜帶型 跟為了一個主角性 其實這兩個是不同系列 一個呢 是ST系列 這是ST系列 這個呢 是SOD系列 跟SOC系列 兩個是不同系列 這個是否蜘蛛爐的 這個呢可能是否 雙口爐的 或者是植火類的 或者是卡士爐的 所以兩個鍋夾 今天呢 就剛好我都有 所以來幫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建議不要通用它 反正你買了501的鍋具 它本身就有附一個鍋夾 但是如果說你是想要買一個 煎草盤鑄鐵鍋鑄鐵盤 想要多用途 首先要輕量 應該不能講輕量化 想要方便性 露營性 攜帶性 那你就可以買一個這個盤子 兩個架起來也不貴 絕對是比一些鍋子要來得更便宜一些 而且 這個把手絕對不會脫落 這個把手絕對不會脫落 因為它是分開的 原本是分開的 好 簡單的介紹就在這裏了 謝謝